如何把小米手机里面的大视频、大文件快速传到Windows11的电脑 不用数据线,用的是无线网络连接 手机和电脑都要在同一个WiFi下 我们先看手机端的设置 进入系统的一个应用程序叫文件 叫文件管理 右上角三个点 远程管理 启动服务 选择内部存储 这样它就会有一串FTP的地址 这个地址是这个手机作为FTP的服务器端 然后来到Windows电脑 打开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 叫FileZilla 最好从它的官网下载 点击这个软件的左上角 打开站点管理器 创建一个站点 我这个叫小米10 右侧就是这个地址 密码在这个位置设置 在手机端这个位置是可以设置的 我得先停一下 这是关于手机FTP的设置 可以设置端口号 匿名登录 还有用户名密码 一定要启动这个FTP服务 输入好地址 端口 用户名密码之后 点击连接 这样右侧就是手机的这个目录 左侧是本地 通过右侧可以找12月19号 有四个视频 四个MP4 然后在本地创建一个目录 并进入 叫开箱 那左侧是本地 右侧是手机 然后把这四个文件 拖拽到左侧 然后下面可以看见速度 这是33兆每秒 现在走的是单线程 我还可以给它开成多线程 三个文件一块传 三个文件同时传 应该有50多兆每秒 现在走的就是WiFi网络 这四个文件一共是6个G 几分钟也就传完了 这个和路由器有关系 我现在台式机的电脑 还有手机用的都是WiFi6的连接 它的连接速度 平静应该是在1.2G 这四个文件一共是6个G 我们来看一下 传的这几个视频 一共是5.58G 好 这个小教程就到这里 下个视频和大家分享 苹果手机里面的大视频 大文件如何快速传到Windows电脑